自从于正要重拍神雕侠侣的消息传出之后 大家纷纷猜测演员阵容 袁珊珊 杨颖 赵丽颖都被传是小龙女的最佳人选 但目前花落谁家还没有定论 不过另外一个重要角色黄蓉 于正已经有了心仪的人选就是贾静雯 并且听说他已经向贾静雯抛去了橄榄枝 但是到底能不能演上这个黄蓉 还得看贾静雯自己的态度 于正老师已经跟我谈很久了 虽然外面有很多不管是赞赏跟批评的声音 在《神雕侠侣》中 黄蓉的戏份虽不及小龙女 但毕竟这也是曾被多位女演员饰演过的经典角色 因此贾静雯受于正之邀出演这个角色 难免会出现他所说的赞赏与批评并存 不过早就演过金庸剧《倚天屠龙记》的贾静雯 应该早已习惯于此 那么面对于正的邀约 他是否会接下这个角色呢 前两天跟于正老师拒绝了 我说因为基本上我很期待跟他合作 但是基于时间的关系 因为我女儿也要开学 所以我很忍痛的把他婉拒了 自从2009年和孙志浩离婚后 征得女儿监护权的贾静雯 自己的生活重心发生了改变 贾静雯减少了曝光率和工作量 最近他连出演公益微电影的时候 也不忘把片中饰演女儿的小童星 趁机介绍给女儿梧桐妹做朋友 他们俩已经对道话了 然后还互相做了鬼脸的照片 互相传微信 然后已经约好到我们家去玩了